後來還是讓他交薄五百萬出去 然後限制限制出境出海的話 只有一個可能 這次檢調不是查這個案 他是查五個案 六個案 一起查 所以這是第一個報出來的 先給你警告 如果今天這個陶檢的力道 沒有那麼強烈 後來還是讓他交薄五百萬出去 限制出境出海的話 只有一個可能 放長線釣大雨 就是要讓你出去看你跟誰互動 因為現在已經點名了 這個華雅科那塊土地 介入的人是包括這個企業的高層 那這個企業的高層 跟這個我們講的地方的兩個人 是他在集結這些 自辦重劃區的這些土地的人 要來集資 然後跟你的關係 中間有沒有可能 在過去交保的過程中 鄭文燦就跟誰 或是透過誰要來溝通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今天鄭文燦 最好的狀況就是 出去絕對不要打電話 不要上網 不要用LINE 然後不要用WhatsApp 然後你也不要試圖想要去創政 因為現在你被鎖定了 沒想到 來 做一個人來打電話